WOW! 賣來玩, 賣來刀 一看到後面是油麻地警察官 就知道我們這集玩到休媽車 真想不到油麻地這麼多船 174年拍的, 在觀中山頭 拍的旺角那邊 最闊的那條就是警察官街 就是現在的上海街 真想不到現在油麻地大廈臨立 以前漁船比屋子還多 你知道油麻地的名字跟捕魚有關嗎 不懂不細胖 幸好有解放 讓你說 有關, 要是油麻地的 就是油麻地, 有很多油水 就是麻麻地的意思 街坊很有創意 不過正確答案就是 以前在油麻地天候廟前 很多漁民在曬麻蠟 知道什麼麻蠟嗎 是否翻來 你們倆只顧著吃, 麻蠟是麻繩做的蟟 是湧在漁船上 有人曬麻蠟, 只不然聚了人們 所以有人在賣修補漁船的銅油和麻蠟 於是就叫做油麻地 你真的很漂亮 雖然再沒有專賣銅油和麻蟟的店 不過油麻地仍然保留了很多特色老婆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上海街是群垮店的集中地 以前嫁女兒 怎麼都會做件群垮做嫁妝 以示嫁得好 不過行業適微 群垮老婆也所剩無幾 不知道我們兩個嘉賓是否會穿群垮 不用猜了, 馬上有請新娘子 還有新娘子 恭喜你, 喝杯… 你老婆是誰? 我也不知道 先截頭衫 看看… 很緊張, 太太 老婆, 大家好 我好, 我想問你們 有否想過自己真的結婚的時候 真的會穿群垮呢? 我覺得要的 真的要 真的要結婚要想一想, 真的要 你之前有穿過嗎? 沒有, 第一次穿就這樣獻給TVB 我也是第一次 是 我的初次獻給你 是嗎?我也有獻給你的初次 穿上的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原來很合身 我以為穿完之後 人家會輕輕輕 但原來很有那種 五千年傳統文化的質感在身上 對, 你要先穿這些球 這個很漂亮 我夠有了 這個很漂亮 內增高 好, 我們準備問一些有關 結婚的問題 年代大結束 這次看B9 整個老親從此未遇 為何他們笑得這麼開心 想結婚而已, 選日子也很麻煩 1997年曾經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每個人都想指定在那天來結婚 那天比較特別 那天有連續幾天假期 那天有什麼這麼假的呢? 在沙田的婚姻住宅處大排長龍 尖沙咀也不輸洩 鋪了紙皮 不說還以為是露宿者之家 這條金鐘叫人少一點 不過人人都寫下自己的名字 當作排隊, 這個還說是絕食排隊 結婚而已, 要不要這麼可憐 真是忍耐, 這樣怎麼過 沒有, 買一些公仔書 雜誌打法的時間 當時是復活節假期 接下來又沒有什麼超級好日子 他們這麼辛苦是什麼呢? 到底那天哪天這麼多人要排隊結婚 那天是不是很奇怪? 很奇怪的, 會是很大的盛事 譬如說, 像十四 我要回想九七的時候 二十四 放了很多日假 九七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對香港的地方 對… 這真是… 不說也不知道 是 好, 先來看你的台妹 九七年七一回 為什麼會香港人呢? 因為我想起小時候 只有這幾天是放假 你呢? 我這個是… 回歸前一天 香港人很聰明 一堆是兩天, 所以要排隊前一天 大王, 其實有沒有提示呢? 有提示, 你有沒有看到以前的油桶? 好像是紅色的 紅色的 油桶上有什麼在這裡? 那個英國植民地的 有隻老虎在這裡 是, 像是… 是… 那就是… 是… 大王, 給我提示了, 請問我改嗎? 可否再改前一天? 改前一天? 好像是 你前不前一天, 哪一天都不要緊 你哪個理由 為什麼大家排長龍 這麼多人在街上躺著來排隊? 我知道, 一定是那個… 證婚、監禮人不同 是洋人來的, 洋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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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後是中國人 我知道了, 洋人來的 好了, 別嫁太多人了 我們看看你的證據好嗎? 好… 去片… 他們不惜睡街 是想趕著在回歸前 最後一個工作天註冊 這樣結婚證書 就有殖民地時期的標誌了 最後一個工作天?真是挺好 而且高了天, 你高了天才跟你簽字 難道是星期要跟你簽? 對 剛才我們住在這個工作天 是6月29日 豈不是你這麼知道的 剛才看過這個影片是6月29日 對 所以看看這個問題 唐妹說是97年7月1日, 錯了 好了, 回歸前幾天 我覺得她好像比較適合 我覺得這條, 兩個都答得不清不楚 而且說得一塊塊, 所以… 打了… 怎麼搞的? 很明顯, 這是我這件比較漂亮 這件比較漂亮, 我這件比較貴 我這件比較貴, 比較香 你們不要教人家的鎮店之寶 哪一件比較貴 我先去看看 老闆娘出來教大家出題 兩件鎮店之寶有什麼這麼矜貴? 這兩件衣服, 這件明顯比較密 這件叫化皇 他的手工需要做大約一年後才做起 這件呢? 化後, 很明顯 他比這件多一點紅色 這件的需時也要大約六個月以上 你們倆都學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是時候有來 年代大天高, 金氏古邊教 問題是… 這個木櫃是做什麼的? 在舊式裙垮店, 一定有這個櫃 你搞什麼呢? 這個不是用來做裙垮用 其實它有另一個盤, 是做什麼? 它是搓麵粉, 做完裙垮 用來做湯圓吃的 你們的東西沒那麼簡單 不是這麼說的 反過來, 用來打那些傻瓜 你們想想, 究竟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你說是鎚子, 當然是這樣的 你說是這樣的? 有什麼地方要用在裙垮呢? 裙垮有什麼地方要用在裙垮 用在裙垮, 我知道 這是按摩器, 是的 可以收白白玉的 有… 有, 有… 我覺得是用來搓頂 因為頂要很直的 搓頂? 那為什麼不拿燙斗燙呢? 那倒是 因為廁所不知道能不能燙斗燙 好, 大王正哥, 大王有什麼? 因為剛才裙垮, 線路都有金屬成分 用來之後有啞色 所以找我拿出來的時候 找我搓一搓一搓, 搓一搓一搓 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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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好, 現在是你大王 沒錯 換言之, 你們倆的答案 六號, 你真的錯了 你對不完, 所以是答案… 油麻地蓉樹頭可以說 見證了油麻地區的變遷和發展 幾棵大蓉樹在這裡超過一世紀 這麼有代表性的地方 又怎能不來, 鬥一鬥 現在的榕樹頭是這樣的 舊屎的榕樹頭是怎樣的? 先問問街坊 前面有廁所, 說故事 說廁所, 說故事, 說故事 不可以嗎? 對, 不可以 記得很多人在這裡做看照 看照… 據我所知, 以前的榕樹頭 是這樣的 然後照片左下角這裡是天后廟 這裡是廟街, 這裡是上海街 時間過得真快, 轉眼睛變成這樣 隨時看到你, 滑滑聲 或者滑滑聲 接下來這段影片也很流行的 年代大結豆, 今次看哪一集 這群人一看就知道是香港人了 他們在參加香港人最喜歡做的 兩種活動 排隊和賣樓 當時是98年 政府出售了120個高級公務員的宿舍 而且價錢便宜到少 所以吸引了大批市民來這裡撿筍東西 加上是用先到先得的方法 令人不敢離開座位 屁股都坐得很貶, 可憐 你來了這裡多久? 星期五來 星期五來? 很多天了 對, 已經分了三十萬了 筍盤是位於碧瑤灣 當時的樓齡雖然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但單位夠大, 夠是正 一間二千三百三十呎的單位 究竟有多大 原來客廳加上飯廳也有五百呎 人家一間屋也是這樣 五百呎? 豈不是一個四人家庭單位? 這間屋還有四個房間 最小的也有百多呎 忽然覺得自己很妙少 看看廚房,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哪裡有這麼多廚具房 最終買七個六九, 很高嗎? 這裡有一個公寧房 旁邊有公寧廁所 公寧廁所大一個房間 這間有來幹什麼? 我先去換房間 原來是洗衣房 你自己說要包不包? 還有無敵海景 只是景觀現在也要一萬元呎入場費 我查過了 2013年這裡的建築赤間曾經去到一萬五元 現在就回落到一萬二元 大家猜猜當時政府是賣多少錢赤呢? 好, 問題是 1998年這個碧堯或高級政府宿舍 都賣多少錢赤呢? 好像很便宜 九七回歸之後 馬上來金融海嘯風暴公佈那些東西 樓價大跌 說天數是三百元呎而已 神經病 大跌 是, 這個是… 你神經病 香港人看見都很開心的價錢 很開心的 我還沒寫完 偷拿 偷拿 我想差不多二千多元呎 五千多元呎 五千多元呎, 五千多元呎 哪有五千多元呎, 那時候 大鵝, 你現在存在六千多元? 我不知道 四萬多元, 好像存在 它已經供斷了很久 不是的, 一泡過 你可能扔這個頭腸 真的很便宜 應該要便宜一點就行了 你又改? 我改, 我想再精準一點 好, 這樣吧, 看那次來吧 問大家加誤會 三千多元呎 九八年, 九十八元, 好嗎? 我覺得再便宜一點 因為九十年之後真的很可憐 聽細叔叔說, 百頁蕭條 金融風暴座 再計算那個不知什麼海嘯蓋下來 我覺得再便宜也十元歐落 好, 便宜十多元 既然大家一起看, 答案 九八年這裡賣多少錢呎? 聽到也扔心, 划算 划算, 划算 三千四元一尺 真的很划算 三千四元一尺 你真好看 好看 應該炒房子 對, 縮小的 別那麼燒出來 咬著菜也要說, 我很划算 三千四元一尺 剛才的單位二千三百多尺 三千四元一尺 大哥, 真是… 七百萬左右 七百萬左右, 對 好, 換言之這條 就是唐妹答對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舊區的特色是人情味農 舊時候親戚朋友新屋入伙 新店開張 朋友送的當然不是一塊叉燒 而是一塊寫上賀瓷的賀鏡 以前的鏡店真是一項一項 不過現在已經所餘無幾 唯獨這間鏡店開業八十多年 傳到第三代了 為什麼以前的人這麼喜歡送鏡? 夠體面 對嘛, 因為你送給別人的鏡子 裡面寫什麼什麼勁鶴 其他人照鏡的時候看到你的名字 有飛史 不過那些字不是在鏡面寫的東西 要反轉鏡, 在鏡底左右 我又會反轉這些字來寫的 年金難, 一於… 年代代這一塊 這次玩這塊 這次的考驗就是考兩個 寫年代代幾多的五個字 不過要左右反轉地寫 我… 譚妹, 先寫年代 好, 來吧 年代, 左右反轉 很乾淨, 看到那些落筆 那年筆說要寫適合你 很可惡, 尾巴剛才弄了 打個斗飯尾巴 先, 來… 這裡, 寫得很漂亮 封寫 對, 一點的 這裡 到你了 到你了 好, 很難寫, 那個大字 大激鬥, 尾巴剛好 尾巴剛好 藝術家… 我叫你寫鏡體字 鏡體字? 對 我們不是鏡體字 反轉的字 你要寫激鬥兩個字 我找問題, 很激鬥 超激的 沒有位置寫過鬥字 鬥字比較簡單 不, 兩邊一樣 好, 看陶妹 陶妹, 來吧, 這個 不過那些字真的有點噁心 不如找一個寫得漂亮的出來寫吧 有請, 陳師傅 你好… 師傅, 跟我們示範一下好嗎 即即揮學 寫什麼字? 對 有師傅來講的 這是什麼字? 他打動寫 他打動寫? 我們不要吵師傅 跟他聊天, 不要煩著他 他還是打動打橫 來吧… 沒有… 各位觀眾 臉胎仔激鬥 厲害… 厲害 哪一個寫得好一點? 好, 選哪一個寫得最壞 這個就是這個美女寫的 這個就是這個很壞 對, 看錯一點是… 這個比較漂亮 對… 綠仔叫他 綠仔? 對 綠仔… 他說太過激了 這位朋友是… 是甚麼? 湯姆… 來到最後一題了 應該要請明燈 某人幫我說明是明燈 可能是明點又, 可能是明善信 就由你們 有請明燈 丹丹丹丹丹丹 有請教我, 請教我 你去招聖功郎娶媳婦的時候 不是, 你娶媳婦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送鏡子 有人送鏡子給你 那時候我沒有 但是在廣場 很多人都這樣做 為何會送鏡子呢? 我們搬家也有 搬家也有 挑籤之喜 對… 我請問一件事 你見過最有趣的人送鏡子是甚麼? 我自己也沒見過 是 但是有鏡店的老闆告訴我 是 他送了一塊比較小塊的 是 寫著客廁所 通常開店做生意 茶餐廳 做飲食的茶餐廳 客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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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理由這麼小塊 對, 客廁所送去一個風月場所 對, 送去哪兒 送去哪兒 我猜不到 為何不送大塊呢? 他說怕客廁所, 客廁所 明白了 對, 明白了 好了, 開始我們 年代大跌倒 公廁, 看哪個 每年的新徵頭 黃大仙都會出現這個場面 人山人海 這麼誠心為甚麼? 對… 不靈點不理, 求他吧 黃大仙你求他, 他就會幫你 有求必應 有求必應, 你以為我是黃大仙? 這句話, 年輕人都懂得說 這麼多粉絲 難怪十幾年前 黃大仙每年的香油錢 是已經超過千萬 可以贈醫私藥 不過拿的除了是西藥 還有仙方 仙方是甚麼呢? 我和David也沒聽過 當一個人想著 譬如說家人 或者自己有甚麼不妥的時間 心中想著那種病 一邊掉了那支籤 拿著那支籤的號碼 去我們藥局拿那張先鋒 就這樣求一條藥方 不用看醫生, 行不行? 有人說行的 我來醫院的精神科 黃大仙給我看醫生 我到年輕人行就行了 驚訝美利堅 不過你還有一件事更驚訝 現在黃大仙已經沒有仙方球 而且黃大仙初到香港的時候 下腳不是在黃大仙的 究竟在哪裡呢? 好, 問題就是黃大仙 他一來到的時候 下腳在哪裡? 在黃大仙嗎? 黃大仙 這麼奇怪? 給你一點貼士 以前的足球很流行的 什麼? 守龍門的球員 很差勁, 被人射進去 是 替他改名叫黃大仙 說他有球必應 這個說話是從哪裡開始說的 是很早期南華會的球迷說出來的 南華會的會址在哪裡呢? 我記得在元朗 最原本的會址在元朗那邊 你也說得出來的, 師傅 你馬上答案寫一遍 你怎麼會不寫的? 再給一點貼士 有 後期香港很多水兵來香港 在那裡上岸玩的關仔 坦然的提示是很多水兵 很喜歡去關仔玩的 大哥, 小碼頭也不是在那邊 你答案是中環 因為皇后碼頭是中環的 是… 黃大仙來的時候皇后碼頭已經建好了 我不知道 中環 已經有地方了 中環 中環, 中環 好, 看看你 我跟你差不多, 我遠一點 我是西環 西環 我懷疑香港最早期的碼頭 我看的那些很舊片段 很多苦力工人 是… 要上課 是… 那裡西環有個… 還沒開舖前已經有個小碼頭 是… 證明他這個人經常說話口不對心 是… 剛才明明… 原來是阿灣仔 阿灣仔想去玩, 接著就寫西環 即是說一套做一套, 說一套 說一套是人 是… 是, 我愛回家的 是, 我愛回家的 很壞 看清楚你嗎? 好, 馬上去看答案 看答案 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黃大仙在廣東西朝 請來香港的時候 第一個落地 並不是現在的黃大仙妖 而是在灣仔海棠一帶 理區發展一天千里 白色部分是填海地區 都建了高樓大廈 是, 童妹, 提了你了 童妹剛才她寫到灣仔 偷偷找個文冊, 拆掉它 改了中環 中環 這是我的… 總不需要 我不好, 只能說一套一套 手和口不配合 師傅, 你覺得誰會贏呢? 最接近的人會贏 很明顯就是唐妹, 是嗎? 好… 謝謝… 這條勝出的是… 唐妹… 年代大獎順 恭喜唐妹 恭喜你, 你贏了 我們這次獎你一個畫六號明腳板的機會 我的腳板真是掌握他? 對… 脫掉了 你現在還在玩, 別吹了 魚肉弄到尾了 我幾天沒洗澡了, 你寫什麼? 很癢, 我很癢 我可以捉住我的手, 真的很癢 我不想碰到你的腳板 我沒有香港腳, 沒關係 很緊張, 很久沒拉筋了 很臭… 你知道寫得什麼嗎? 你能否感覺到?先感覺一下 你寫什麼, 寫得什麼? 好 我愛你粉彈